如果死前套现所有信用卡 银行会如何处理 还用还吗 河南小李被查出癌症晚期 瞬间感觉当头一棒 但是很快他又冷静下来 既然无法医治 那么直接利用余生有限时间 感受祖国大好山河 于是他竟然突发奇想 把自己所有信用卡全部上线透支 用这笔钱给自己安排一场环球旅行 自认为人死账销 银行也不能继续追责 那么事实真相 真的是这样吗 只能说小李有点低估了银行能力 银行早在办卡之前 就已经预料到坏账的可能 所以在办卡时就预留了准备金 也就是设置自动还款 只要账户有钱就可以自动扣款 但是如果没钱可扣 那么将会启动第二套方案 向法院申请冻结财产 再进行拍卖套现偿还信用卡 但是如果这一方法也不行 就看是否有遗产继承人 那么继承者将需要赔偿债务 可是没有遗产 银行又该向谁追债呢 毕竟已经在临死前 将信用卡全部套现 属于恶意套现行为 怎么会留下钱财偿还呢 那么另一半是否需要偿还呢 那就看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法律规定 只有夫妻共同签字的情况下 才算共同债务 如果钱是用在了夫妻双方 证据明确 那么另一半则需要承担偿还义务 如果这笔钱 只是债务人自己消费和享受 那么他的父母和妻子 没有连带责任 也没有偿还义务 也没有遗产可继承 银行只能自认倒霉 银行在办卡支出 会根据申请人的财产情况 对申请额度做出调整 最低的套现额度 基本上是在5000左右 额度并不大 也一定程度上 降低了银行所承担的风险 信用卡的出现 是社会进步的象征 方便一部分人的同时 也让一部分人称为卡奴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理性消费 量力而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